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兴起 去攻打以色列 而最后 塑罗在穷途末路的境况 跟他三个儿子出战 结果 他跟他三个儿子战死在基尼波山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28章1至25节 是讲到当菲利士人兴起的时候 塑罗他感到穷途末路的时候 他去求神指引却找不到 结果他把心一划 去到尹多尔的地方 找一个交贵的女士 来到希望去召死去的撒姆尔 上来给他一些指示 塑罗因为大卫的兴起 而对大卫疾导 以至到他荒废郭政 用了很多时间去追杀大卫 当菲利士人聚集大军 再与以色列人开战的时候 塑罗已经无法整顿他的军力去对抗菲利士 他怎样算呢 他希望得到神的指引 得到问题 塑罗已经离世了 怎样找到神的指引呢 他之前曾经做了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命令 就是要全国禁止交贵 但是在这个穷途末路 又面对菲利士人的兴起的时候 他想找到神给他的指示 他想起不如去找萨姆尔 但是萨姆尔死了 怎样找他呢 于是就去找交贵 正如刚才提到 在萨姆尔记上28章第三节 塑罗曾在国内不拥有交贵和行无述的人 那如今在穷途末路之際 塑罗逼间把心一划 他乔庄去到这个隐多尔的地方 找到这个交贵的妇人 去要他召死去的萨姆尔求指示 结果 经文 第28章所出现的萨姆尔 对塑罗有一个预告 当然当我们深入言经 去处理这章的经文的时候 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说 出来这个不是萨姆尔 有些人就说出来的是萨姆尔 不过我都不怕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这个是萨姆尔 其中的理由 就是以下我们读过一段经文 萨姆尔预告塑罗的情况 是清清楚楚 是成就 正如在摩西五经提到 去分辨假身假先知 其中一样就是看他所预告的东西 是否成就 第二方面就是说 耶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 都有死去的摩西在场 当然今天跟大家灵修分享 就不想辩驳这些了 你认同这个萨姆尔好 不认同萨姆尔好 但无论如何 经文记载当时出现的萨姆尔 去对塑罗友的预告 在第十八至十九字记载 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他老怒阿玛力人 你没有灭绝他们 所以今天耶和华向你这样行 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 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 明日你和你宗旨必与我一在一处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 交在非利士人手里 撒母尔和苏罗说明日 即是当你出战的时候 苏罗你和你的儿子 必与我在一处 这个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在死的地方 归到聂祖的地方 即是按旧约圣经所表达的死亡 后来 素罗和他三个儿子最终都出战 非利士 结果素罗和他三个儿子 是战死在基尼波山 那我们看到 上一回我们看大卫 两次不杀素罗 一个正面的例子 再次我们看到 这次我们看到素罗 一个反面的例子 再素罗 穷淘末路之際 他竟然间违背神令 去交轨 在这件事上给我们一个提醒 意思就是说到 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境 我们切密地作出 违背真理的事情 素罗他交轨 是违背真理 虽然我们看回整件事的时候 神都借着这个不应该有的人的行为 都让素罗如先知道 神对他的处罚 素罗和他三个儿子 在当时的明日 是战死沙场 总括来说 就是说 我们人生的前路 我们不知道 卡弱间有一天 我们真的去到一个 所谓的穷淘末路之際的时候 我们避免 求神给我们有力量 避免作出一些 违背圣经真理的事 求神帮助 我们下一回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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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